風雲區動式 飛復舊江湖 風雲哥 主持 陶傑 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歡迎各位回到風雲谷 今天的話題 左三年右三年 右建三年大灣區 現在這個新特首上位 由林鄭接了 起碼兩個嬰兒 一個叫明日大嶼 一個叫新街北 這個叫大都會 這兩個嬰兒都從屬於一個大媽 這個大媽的大灣區 這個叫超級玫瑰園 三年前和三年後已經是兩個警方 因為當時如果以我理解 政府是這樣說的 因為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 可以面向國際 整個大灣區的所有城市 或者一些鄉鎮 就變成他們的 一個背景 這個故事是這樣說的 一個生產的 或者提供資源 或者是 人才勞力的 一個福地 很好聽的 因為香港當時是可以接駁到世界市場 但是這三年大家知道發生什麼事 香港已經被美國的所謂的香港關係法 已經是 玩到已經是變成 跟中國的城市一樣 另外就是國安法 接下來23條 香港還是不是一個國際城市 對於大灣區其他的兄弟姊妹來說 你還是不是香港 首先 三年前林鄭扔大灣區計劃出來的 阿姐她還未被美國制裁 還未在家裡掃錢 非常豪情地告訴大灣區和香港人 香港是前鋪 而大灣區是後花園 這叫善用一國兩制的優勢 因為香港是一國兩制 獨立關稅區 而且香港可以入口西方的高科技 可以在香港 透過香港這個窗口 拿到西方最先進的生產 IT技術 這是香港的優勢 說了幾年 老董開始說了 現在不是 現在說話那個人是被美國制裁 制裁完之後他的接班人也是被美國制裁 連續兩任特首都被美國制裁之下 大灣區這個故事 香港作為一個窗口 和前鋪 這個角色還是否成立 我希望新任特首李家超 拿著這一點 在七一前後向香港的投資者和市民講清楚 我不妨用 好像電視劇的 譬喻 其實這些街外人 歐美 特別是美國 怎樣看 這家人沒有什麼所謂 因為他們已經很清楚制裁你 但是現在最重要是這一家人 裏面的親戚 那些兄弟姊妹 姨媽姑爹 大灣區裏面其他城市 因為當初是想著 你 喝過洋水 可以跟鬼佬用英文溝通 我才拉著你一起玩 現在今時今日 原來你不是 原來鬼佬不跟你溝通 我這幫兄弟姊妹 會不會跟三年之前 看你的 方法 或者看你的眼光 是有分別呢 這叫做中國政治經濟 結構的兩面性 為甚麼叫兩面性 你剛才那件很重要 是底裏面那一陣 底裏面那一陣就是你講的 你最好的香港人 是個個會講英文 你用英文你跟鬼佬打交道 因為你香港跟我們 內地不同 所以你才值錢 這叫做底裏面那一陣 好了 經過這三年 國安法 等等 現在底裏面那一陣 為甚麼不同 為甚麼你要講英文 為甚麼你不是炎黃子孫一份子 你不是中國人 中國也不能說中港 香港和內地 是一家人 他面那一陣 現在又在說 同質化 但是當同質化關鍵的時候 要賺錢的時候 突然跟你說底裏面那一陣 你是應該 跟我們不同的 因為不同 所以才能哄到 鬼佬資金落搭 為甚麼你不同呢 因為你有普通法 你有養和醫院 有香港醫療制度 這是給內地先進的 還有你的教育 甚麼東西 都是很搶手 突然間他就說不同 你知道嗎 所以那種龍門 有時搭在外面 有時搭在裏面 所以搞到林鄭這五年 你看著阿姐他做到是人格分裂 還有一點 現在突然間 要香港發揮大灣區前鋪 和國際廚窗的作用的時候 突然間就發現 故事不同了 免了那一陣民族主義 和政治的故事 就斷了 即是蓋過了本來你底的 講開的那一陣 就是崇洋的故事 這陣我叫做比較高層次 或者是投資角度 或者經營生意角度 我說回一些最基層的 譬如說政府現在很鼓勵年輕人 去大灣區工作 或者創業 那我據 知道 在開始有些 我可能國家安排的一些企業 特別招聘香港年輕人 那個人工是特別高的 相對於在大灣區 本身工作的中國大陸的年輕人 大約是萬百到二萬港幣 因為大家都知道 如果在中國內地 就算是南方這些深圳的地方 都是大約 一萬元左右 這樣的人工 有多有少 平均數 如果你新來 入行 可能只有六七千 那你貌貌然現在 香港年輕人進入 政府優惠你 成兩筆 你自己嘗試想像一下 你身邊其他的同事 或者是 你這份工 是不是可以 永遠繼續 去拿這份工資 有這個持續性 還有 你在裏面的工作 你會不會遇到一些眼光 或者會對你的要求 特別高呢 這個是一個很實際的問題 邏輯來的 不用說要 認識很多東西 或者讀大學 都會明白 就是這個 這樣的就業的機會 和實際上你 拿到現在眼前的 待遇 這個不是真實 不是真實 可能你真實 你只是在裏面 值七八千 這個是不是 你值得 去想的一個 未來和前途呢 還有 在這個 Omicron 橫數之下 今天的大灣區 那個 動態清零 包括深圳 廣州 那個動態清零 執行的結果 到底是怎樣影響到 它那個經濟生產總值的數字 你這條最新的數字未交出來 是 那八千六百萬人口 不過如果裏面 有一半是躺平 那又如何呢 還有八千六百萬人口 是包括三年之前的那些廉價勞工 是不是還有來自大陸省份 湖南、河南 現在那些都走回去 那些廠都收拾了的時候 這個大灣區還剩下什麼 這些就是魔鬼在細節裏 這個最新的細節 你是要說出來的 這個還沒計算 然後就到明日大嶼那一筆 還有這一筆 我聽聞就說 打算發債券 籌期 你剛才一說這個叫大灣區 這個叫 很粗線條講幾樣 我們提問 是不是 希望特區政府 現在林鄭在交班之前 最好她講清楚 然後 把那個嬰兒 抽到肥肥白白 靚靚仔仔 是奶水粥交給李家超 是不是 還有一個就是那個叫明日大嶼 一百公頃 一百七十公頃的土地 然後那裏要扔很多錢 在新界那裏的貝奧 那裏的海岸線 叫保育 本來好好的地 整個大嶼山是限制汽車進入 限制夏天的旅遊 和消費人口 你不觸碰它 就已經是最佳的保育 你一直沒有觸碰它 在英治時代 所以在大嶼山大澳 外面就看到有白海豚 你看到 每年 一個季節都有十幾十條白海豚游下游下 你不需要再付錢去保育那些白海豚的 即是說你在那裏說不要了 我們那些白海豚很可愛 不如我在那裏海面 將它圍起它 將它整個籃子好像泳灘一樣 下面都是亡漫 將那十幾條白海豚養起它 等它百子千孫 這樣叫保育嗎 所以這些錢 投放下去 如果叫保育 是否行得通 還有這些公營私營房屋 是否要地產商帶頭 是要落搭呢 現在的地產商 對香港整個投資環境 信心跟三年前 又是否一樣 他的數字是把大灣區的 他打算大灣區的八千多萬人口 是的 很多 1%下來買樓 只是明日大嶼都不夠他們買 當初是這樣想的 好了 你說得對 1%來買樓 用什麼錢買樓 現在的錢可不可以兌換人民幣 兌換港幣來買樓 如果可以的話 澳門的賭場不會乾堂 遲些可能會拿奴報來買樓 是嗎 是嗎 還是你吸引俄羅斯來買樓 葉劉說 下一任特首受制裁不能去歐洲 香港應該跟中東國家 拉攏多一點關係 葉劉是非常英明的 他已經看得出 既然西方跟香港不侵你玩 不如香港主動侵中東玩 那你是否打算在明日大嶼 另外找一筆預算 製造10億8億 製造三四間清真寺 來吸引沙地阿拉伯 和海灣國家的資金 是不是 你應該轉張 在大嶼山製造一個小杜拜 小杜拜是否要吸引阿拉伯的油獎 帶上一群老婆 過來 填補了購物 那個名牌購物的珍痛 你有一個說法 你要跟著葉劉最新講話 精神的方向 是將明日大嶼裏面的結構調整 就不是葉劉 還是葉劉說 你的特首制裁香港 香港不能跟歐美 掛歐面向中美 葉劉給了你精神 你李家超和林鄭交班時 就跟著葉劉這個精神 給了他啟示你 立即派代表團去中東 不如學紐約 分開拉丁區 小意大利區 印度區 那邊是唐人街 你把明日大嶼 分割 中東俄羅斯 你把整個 明日大嶼重新裝修 分割 一個叫俄羅斯區 一個叫沙地阿拉伯區 有錢人 有錢人 另外再看看近的有哪些朋友的國家 烏克蘭和俄羅斯 不要黏在那兩個區 烏克蘭不會來的 第三個區就是劉白 然後在南洋 其他東南亞國家 例如巴基斯坦 是大家朋友的那些 好不容易有水泵回頭 例如 例如 大陸給了一帶一路的錢 給巴基斯坦的國家 他就扔進去那裡的基建 整袋有錢袋 你可以跟巴基斯坦說 錢在那裡會縮水 如果我有名大嶼 那裡有房地產炒 就叫巴基斯坦政府 拿大陸一帶一路的貸款 回頭買回大灣區的房產 全部後面幕系後 是巴基斯坦政府官員 在那裡修飾 現在中國人最好的朋友 就是北韓 食魯 進巴布衛 那個叫習不拉 巴基斯坦 那個叫習式區 不如就預一預他們 那個就是給巴基斯坦 北韓 或者伊朗 百花齊放 所以三副 一副就是沙特阿拉伯 一副就是俄羅斯 一副就叫做習不拉 中國人的老朋友 中國人的老朋友 然後你把整個 明日大嶼的概念 這樣一包包 好像那些火鍋 火鍋的九宮格 火鍋九宮格不通 你就把九宮格扯出來 變成陰陽窩 陰陽窩也不行 便是品字窩 兩格不可以 現在北京上海的不會來買樓 三格湯底不同 九宮格 就是 大陸的錢下不了 你現在懂得想 如果不行做不到 明日大嶼要來做甚麼 要來做甚麼 所以這兩件 明日大嶼和大灣區 你必須要向市民 和投資者詳細講清楚 今天講到差不多了 多謝 多謝你們收看 如果還未訂閱 歡迎你們訂閱 喜歡的like share 和留言 甚麼意見我們都會接受 陶先生和我都會看完 多謝大家 下一集再會 世事多變 小漢風雲 下一集 約定風雲谷 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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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會